把潘家所有兄弟姐妹 都拉进了纠缠的漩涡 我拿着传票 我说我应该这么大岁 我当被告了 我别人我都不管 我一个厂子退休的 我一副女能挣个人 一月三千多个钱退休费 后来我接着以后 他也没给我起帽了 我就敢说 我十二级台风 完这儿就退不掉我 你没有一风吹草动的话就吹了 一日再二三的我搞了他 对我心里边 是一种极大的一种侮辱和刺激 而他的一意孤行 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众怒 他曾经说要打官司 他有钱 我这二姐 他打官司要过党 就是倾家党城 让我流落这个 我们家的我就是 我的名就是 跟老婆辣葱都说算 这是从前我妈给我起 在我们家我就是这个人 我这么跟你说 我对钱没有改革 既不为钱也不图利 潘家二姐 又为何会不顾亲情 撕毁约定呢 把他说得挺好 又翻着了 我妹妹说不对 家里一共几个兄弟姐妹 好像有一个已经不在了 是吗 对 那个是排行老几老三 那是老三 老三 首先来到第一现场 是潘家大姐和小弟 面对调解嘉宾 他们讲述起事情的原委 这个就是时间就长了 就是说在85年吧 好像是85年几个份啊 我们家在那个木偶剧院 这南边那点 是住的平房 我们也是新盖的平房 前期采访时 记者了解到 潘家在1985年之前 一直居住在北京市木偶剧院附近 后来这里拆迁 潘家便在安真里 得到了新的安置房 而潘家子女 此次寻求帮助 就是为了解决 其中一套房的争议 拆迁的时候 是不是 很正是1985年 记得几月几号 我真记不清了 三十多年前了 怎么来的这房 父母的这房 我想听着他说 那个时候拆迁的房子 是父母的工房 还是什么房 那就是我也不是 那就都是父母的房子 都是我们住在一起 那会儿 就用这个房子 还能理这房子 那时候即便结婚 有家有孩子了 也没有说出去单过呀什么 都在一块住着 不在一起住着 没带父母跟前住着 就是那会儿是贵 主要出去的是 我跟我妹妹出去 因为我们是丫头 嫁出去了 嫁出去了 儿子要是结婚了 可以在家住 丫头可以在家住 我们那四个人 那孩子大人 那个户口都在里面 但是村里那份牌 都给房了 是有户口的 村里都给房 都有 拆迁的时候 一共分了多少房子 我们 一共分了四套 四套 潘家大姐告诉我们 拆迁时 家里一共分到了四套房 一家老小都算得到了不错的安置 那么这四套安置房 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呢 当时我住一个两居室 您住个两居室 我妈给我一个两居室 然后呢 我大弟弟住一个两居室 你看他不说实话吧 他有条在他手里头呢 他不说实话 去世那个是吗 对对对 他就挨着我妈602 也住个两居室 我妹妹呢 依据实在 我妈 我妈是二门 她是一门 60 60又是602 我也不记得太清楚了 还有一套呢 这是第三套了 第四套呢 那就是 那就是我母亲 跟他 父母带着他 父母带上老四 住的第四个房子 是吧 反正就这四套房 就这四套 听起来还挺好啊 一家一共四兄弟姐妹 刚好分了四套房 通过嘉宾的询问 我们了解到 1985年 潘家拆迁后 父母就对安置的四套房 进行了安排 其中 父母带着潘家小弟 共同居住在 最大的一套三居室内 其余三个姐弟 则各自单独住一套 这个房子啊 当初这四套房子 全是我父亲的名 是公房的时候的时候 都是父亲的名 也不是公房 这叫拆迁安置房的时候 全是在我父亲的名 但安置房的性质 是公房 对吧 应该是 交房租 交房租的 对 潘家小弟说 这四套安置房 起初都是成租房性质 而且全部都是 以父亲的名字成租 直到2000年左右 才对其中几套房 进行了成租人变更 就直接父母也同意 写在您的名下了 对对 必须是父母得同意 那这个二姐的依据室呢 是哪年做的变更 她比我们早 早是哪年 我妈相信我 她是不是二十六年 我妈给我的 她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因为我父亲是 和我父亲是最相信我的 因为咱们就是说 原来咱们单位报煤火费 你一说就给报了 据了解 就在2000年前后 潘家三兄妹 陆续将所住的成租房 变更成为 自己名下的产权房 但父母与小弟一家 共同居住的三居室 依然还在父亲名下 而这 也恰恰为如今的争议 埋下了伏笔 分配的听起来还不错呀 就是父母还挺 是 都挺不错的 就给上自个儿房 都挺高兴的 因为我们都从平房 像我妹妹吧 她也是从平房 他们 我妹夫的宿舍住着 我妹夫好像 他们比我妈还 房子还富一点 我房子富裕 是我妈自己努力的 不算是你 不给我的 坐在第二县县 是咱们家老二 对 跟她产生了什么矛盾呢 她认为那是父母的遗产 如今 对家里房产 分配意见最大的人 是潘家二姐 当初 父母安排给她的是 一套一居室独居 而二姐认为 父母居住的三居室 就此有小弟独占 显然不合理 这点还在说下话 太不时尚了 要不妈不相信你 太佩服你 不配当老大 几个人去商量你吧 就是 我父母跟我 老兄弟这个 就是这套房子 曾经是父母跟老四 在一块住的 对 您二位认为不是 我倒不是说 对 大姐潘明杰表示 现如今 二姐潘与杰 将三居室认定为 父母的遗产 这与家里一贯的认知 并不一致 那么在大姐看来 这套三居室 该怎么分配呢 好了她说 那是父亲的唯一遗产 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说这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我父亲的唯一遗产 我说我父亲名下一共有四套房子 我说那您说那能算我爸爸唯一遗产吗 我觉得吧就应该是我小弟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吧您看啊 我我妹妹甭管大小这个啊 多少那是父母的安排 都有房子 那要是老四 当时要求我也要担的 那肯定也得有他的 您认为四个兄弟姐妹都是一样的 一把水端平 对对对 咱先不说一句两句大小 对要是我光是我父母 他们老两口子 当时那政策是给不了三居室的 那国去那儿老人他也有这一想法 老了以后不能身边没人呢 当然 现在这他们俩合伙起来就是想抗议 那为什么当初 如今这个有点争议的这个房子 当时没想过要变更呢 后来也变了 就变更我父亲来了 房屋性质变 但是其实拥有这个权力的人的名字没变 没变 小话 一表不实 当这还在说小话 父母当时有什么打算吗 对这个三居室 如今有点争议这个三居室 打算就是说 这不是带着老儿子吗 那个什么 就最后人就给老儿子了 那他做了一大姐 得了 太要不说呀 没错 那老人有这个想法 除了您知道以外 其他的弟兄姊妹 都知道 是开过会吗 对 开过会 当着所有孩子的面说 将来这房子我想留给小儿子 对 他们承认吗 他们一开始承认 现在不承认了 不承认 老太太说过这句话是吗 我刚才有向您发誓保证说了 您说我作为大姐 当时我母亲在 11年的 9月份 9月20几号 和我母亲一直到自己不成了 因为什么呀 她一直病了很长时间 她是有癌症吗 你给我钱了吗 我同了 所以我刚才才问呢 她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而且知道这个房子 如果说生前做点遗嘱也好 或者说一些法律文书也好 可能还行 如果说不做的话 事后必然会有麻烦 现在如今不就产生麻烦了 但是我们不懂 我们那会儿 没不懂这个 包括我母亲 也不知道这个 要知道这个就不会有这个了 您在名下 因为她们都得到房子了 我没有得到 她们现在就是想花手法 让我什么得都不到 您的意思是 实际上想表达是口头协议 是吧 对对对 口头协议 五百年之后 把这房子再给小弟 这是父母的一个遗愿 对对吧 对千真万确 她当时肯定也同意 同意绝对同意 她是跟您有口头约定了 对她不是跟我一个人 那最后一次 就是你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 对吗 都在最后一次都在 老二也在吗 都在 我妹妹都在 她说家庭会议合议 就把我给扔进 我妹说 妈您放心吧 这样说的 我不会这跟我弟弟争这个的 当时真的 我跟您说 就是到现在那在线 我那 她那动作 我都想起她了 妈您放心吧 那个什么 好像我大兄弟 也说 妈您放心吧 就这一兄弟 是不是 这也是都明摆着的事 想说您就不用多说了 潘家大姐告诉记者 在母亲立下口头遗嘱之际 二妹曾明确跟母亲保证 日后绝不会与小弟争房产 但时至今日 这个约定 却被她自己推翻了 不可能 我妈是说爱怎么分怎么分 我姐姐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有房子 你有钱 你还跟我争什么 那不成 我有房子 我有钱 那是我分头来的 不是咱们家的 父亲是大家的 母亲是大家的 父亲母亲 没说不给我 是不是我就应当得呀 二姐为何要推翻约定 对于大姐所说的一切 她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刚才听到这个沟通啊 还比较相安无事 谁呀 您大姐跟小弟 我不要都相安无事 是吧 然后您扛起了这个大旗 我要为我自己的权力做主 对 家里就开始风云变换了 明显这个风气就 就转变了 以前我就是好人 现在我就是那个坏蛋 没人这么说您 在他们那儿就知道 是吧 但是这个瓶颈确实是您打破的 对 是吧 这个您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评价 落座第一现场 二姐潘与杰坦诚 家里多年来维系着的平衡 的确是自己打破的 二姐还表态说 自己并不介意做这个坏人 所以我不招人待见 我这人有事当时就说 就给人接触案 所以我招人来 其实如果他要是争遗产打的话 除了年纪外 对您大姐也好 对您侄子也好 是有益的 对 我很难做 我很难做 我也很伤心 但是我解释不了 我跟任何人解释 我跟谁解释去 我这人从小就是一特别耿直的人 不愿意跟人解释 就包括我的亲叔都说我 二 你永远受不了人家那个待见 因为你说话太直 面对采访镜头 成为家人重视之地的二姐 似乎也是有苦难言 我心里也很憋扬 刚才您大姐啊 录节目的时候说 2011年9月份的时候 母亲身体就不太好了 后来把全家人交在一起 父母还有四个兄弟妹 从来我父母是自私的人 我父母不跟我们儿女说任何话 她不给任何人 她说的这个事 她只有一次偷着是把我叫回去 把家里的底儿杠分完 我以后 为什么我知道这么多 把底儿杠分完 她叫您的时候 只有您一个人在场 对 死后她的东西全归我 让我做的一个平均分 她都是瞎说 她编出来的 您想 我伺候我父母 从08年我妈帅历 知道我妈去世 全是我 怎么能 她跟妈跟我说说说 你上我 你上妈那去 妈都讨厌你 她临时去 不去 她每次去 跟你说九月份去 一过节就去了 带着她俩孙子 就是为了要钱 每次都是这样 二姐 我必须得问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老师跟您求证过了 您说从来没有过 我想问的是什么 就是家庭一个小会议 没有 她就是在撒谎 他们俩共同在撒谎 对 就是想坑我 一块来坑您 对 就是不让我 收我家庭房子多 钱多 就是不让我得到 因为这一块是很明显的一个反差 对 虽然说没有纸质的东西 对吧 您说吧 对吧 但是您全盘推翻 没有就没一个事情 对 就是没准一个事 这样 在我看来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谁在撒谎 因为你看 他谁在撒谎 没老爹一屁的 这次我看第三件事 看了这么多年 我说没有这样的人 这次咱们家真遇上 这样一个人 来 一个黑一个白 必然是有人在撒谎 作为亲兄弟姐妹 一会儿你们会坐在一起的 是吧 我们无法分辨 因为我们没有测谎仪 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知道是哪方撒谎 要有测谎仪就好了 因为总共有在撒谎 所以为了这些利益 去撒谎 真的良心不会痛吗 就是对方是跟你有同父同母 屈原关系的人 我也同样跟他说 不单单跟您说 因为现在 我在跟撒谎那个人说话 其实 我跟你说啊 如果现在我不要 就全平息了 就因为我要房子要钱了 现在就平息不了了 要过量 第一现场 面对调解嘉宾 对相关事件的求证 二姐给予了全盘否认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双方的记忆 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他不像 听说编断的话都不像我 我正是有的话 谁得了好谁知道 这他有什么好处呢 有好处 有好处 对 他或者小弟有好处 小弟许诺他什么了 起个人一合伙 不就把我给扁了 你是自己想的还是说 不是我自己想的 有人给您告诉你 对 不是我单凭人想 在二姐潘雨节看来 家里的亲人之所以 都向着小弟说话 是因为小弟私下里 允诺了他们好处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这么跟您说 我从没有 就我不能说一次没有 我几乎 我给我二姐打电话 因为我太两天了 我怕 我哪句话 他会琢磨 就是比如说 我跟您说 我跟您表达一个意思 他自己呢 脑子里边一想 他是另外一个意思 他好多想 对 联想 联想 就跟他那电脑来想 那也就是说 在14年的时候 你们兄弟姐妹的关系 还是很融洽的 对 还是非常好的 都一直很好 现在关系怎么样了 现在就不好了 原因就是我父亲死了 然后呢 他这套房子的争议 那他一定是有个原因的 不能是你们这么融洽 从常理角度来讲 突然间他就属于是不同意了 就是他不同意了 他先前 我忘了啊 想想啊 5月 5月17号 5月17号 我接到那个 传票 这个三居士 你们已经到法院起诉了 是吗 对 他起诉的 有判决了吗 现在我跟他们要了 他们就开始跟我 因为我父亲已经死了 那我就给 但要利益了 我父亲没死 我不会要利益的 现在我这一样 我就不是好人了 我不要的时候 谁都知道 我是大好人 第一次他起诉 他说这是遗产 这是遗产 可是遗产我们都知道啊 那是赴美的东西 法官现场就说 现在你是撤诉 还是让我宣判 他说我撤诉 可能他明白了法官的意思 是吧 对 因为这个 他撤诉 第二次呢 他在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 找出一个 一个环节 其实他心里边很明白 那不是撤诉 那是立案立错 后来法官不是建议他撤诉吗 后来呢他到法官那儿 一看说这已经都过了户了 对啊 这就不算遗产了 那现如今他还想干什么呢 现如今他就又起诉了 说这合同不合理 说这合同他们都不知道 刚说的 说我爸爸跟他儿子 说是恶于串通 还有说是胁迫 过了这个房子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 大姐潘明杰告诉调解嘉宾 为了房子的事 家里如今闹得是鸡犬不宁 二妹潘宇杰 更是接二连三的到法院起诉 而且一审判决已经下了 他说没梦你 我没梦你 就指着 那你干嘛呀 二那我不管 我说你那不合适 那我不管 他就当时特别横 我说那我也不管 因为我管不了 您说是不是 结果待了两天 我还真就接住船票了 怕我赢了 已经怕您赢了 我在屋子里的 他又来一上诉 他告诉我儿子和我父亲 恶意传通 因为我走的是那个买卖的 哎 没给钱 咱实话实说 那为什么要走一个买卖合同 给您儿子呢 这个问题我给您解释 因为直系学生 三代学生 是免期税 而且我要走赠予 或者是继承的话 将来我儿子再卖 是要教你大利 税钱 据了解 这套存在争议的 三居室产权房 目前已经落到了 小弟儿子名下 而一审之所以判决 二姐潘雨节胜诉 是因为当初为了省点税款 产权变更 用的是买卖的方式 而这也酿成了今天的后果 这个为什么没走 终于 因为我妹妹说了 走 她提出来了 对于买卖合同中 存在的漏洞 大姐强调 这都是二妹当初的 献计献策 才导致的 因为二妹有过 类似事件的办理经验 了解相关流程 所以 大家便采纳了她的建议 就我公的房子过在我儿子的身上 这个过程 我确实跟她说过 妹妹真的 我妹妹真的 想当初我真不知道 她现在弄成这样 她更说还不得过了 我们所有的 我的小叔子 我的公公 我爱人 我们都签字画压 我得给我小叔子八十万 你们怎么就取你们有利的地方 真正给我钱的地方 你不取呢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想问的就是 这个房子 它是正常的手续过户 不管是通过买卖 还是赠予 还是怎样啊 她过完户了已经 那为什么还能谈及遗产 她是怎么想的 因为现如今过完户了 在我们法律上已经认可了 是作为您儿子的财产了 那她起诉 只能起诉您儿子了 再去谈及遗产 已经不存在了 她已经分配完了 对 是吧 对我拒绝回答 我什么都不说 我只要我应得的 都是父母的孩子 她为什么会 这么着去做这个事情啊 是突然之间 有什么事刺激她了吗 父亲去世也就一年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不到几个月 是吧 就是说她在岁份 就起诉了好像 你应该给我钱 你才能无故 你没给我钱 你凭什么 我也很费解 您不知道 我理解不了 有去问过吗 说吧 什么刺激我 为什么 赶紧说 心里跟明镜似的 不说 所以她为什么要做一个 自相矛盾的事情呢 从2014年到现在 之前还挺 挺替咱们考虑 挺替小弟考虑 是啊 我也觉得是这样 没有沟通过吗 没问问她 你怎么突然这样了 我问过她 她刚才说的 她刚才我小弟弟 有一次打电话 跟她说话 得罪她了 说的太猖狂了 不对 用一个电话 我就能跟她要裁裁你吗 太可气 笑话 刚才姐姐说了 这里面可能有点原因 是因为您跟姐姐产生矛盾了 人家就有点不乐意了 才会引发 这后来一连串的 看我们看似 比较折腾这样一个过程 你怎么惹姐姐不开心了 我没有说这句话 没有跟她产生冲突 我没有 那姐姐那句话 从何而来呢 我虽然很 就是想找个理由嘛 这件事情就没得谎了 就没得谎了 你说是因为他们激到你 对的 谁呀 都是 都激到你 合伙骗我 骗你什么 不说 他们应当明白 他们心里都很明白 全穿着胡同 踹着明白 扔着胡同 究竟是什么事 刺激到了二姐 潘宇洁 让她不惜 和所有手足对抗 数你一条的 你不是你一条 就没有这个结果 你为了说这话 哄了你小弟 你想达到你的目的 我都知道 你是今年四月份 提起的第一次诉讼 对吧 对 你为什么 选择这个时间起诉呢 不是 我父亲跟我说 二你要让爸爸 好好活着 你就不要要这钱 现在等我死了 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也就是说 你父亲不愿意看到 你们姐弟之间 对 起诉讼 对 所以你说 等你父亲 我父亲就是 百年之后 然后你就提起了 这个诉讼 包括 大夫人说这话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来解读一下 你的思路 也就是说 其实你对你弟弟的起诉 是必然的 对 只是 只是 在你父亲去世 百天之后 对 这是必然的 对对对 不是一时冲动 不是 也不是近期发生什么事 行 这是第一个 我对我一定没意见 我只对我这个房子 我有意见 那第二个 现在的 你的诉讼是叫 协议无效 也就是他们那个 买卖协议无效嘛 那最终的目的 你的诉求是什么 真的那个番句是 我不想跟你那说话 这个我一定走法律 这个我不说 你那个法律程序 只是解决那个买卖关系嘛 你解决完了这个之后 还是要解决这个分配 有问题吗 我应得的 我要我应得的 应得是多少 走法律 法律时候给我多少 我的观点 跟你的律师 第一 不会 那个不是矛盾的 第二 我们也不是说 要伤害你的利益 第三 我们是为了 节省你第二步的司法成本 他不敢说 这三级事 我现在跟你说 我不想跟你讨论 这三级事 您不希望跟他谈这个 我不喜欢跟他谈这个 调解进行中 二姐对这套充满争议的三居室 为何开始闭口不谈呢 我也不跟你谈了 就不跟你谈了 这个就不能跟你谈了 我律师不让提这个 从一开始您上来 其实您是在这防备的 以防我们问出一些 一些对那个案子不好的事情 我不必要防备你 因为你不敢回答我们那些问题 只有三居室内 我不让不跟你说 别的我都可以说 被突然提出来的平房 又是怎么回事 潘家到底有多少问题 存在争议 你看他两边都想要 你看他吧 先为什么弄你呢 他两头都要要钱 对吧他想要 人说一句话 佛舟一乡 佛舟一就这样 我先就让他说说 这房子是不是用我要回来的 假如没有我要回 现在没有这个 宋吾珠那房子 根本就没有 不存在 你得给我一件 因为本身就是 从这房子 从由我演变要回来 你甭管我给老金 不给老金 在双方各执一词的背后 究竟什么 更贴近真相呢 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观念 就是老人疼儿子 是吧 你们其实应该知道 应该尊重老人的 这个意愿 他老说他吃亏了 我现在心里就不平 我到底我看我欠他都不欠 您说我能就这样 一辈子都是我欠他的吗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专注婚姻家式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家里律师在线的 讲解律师马赛南 马律师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 合同无效的一些纠纷 那么关于合同无效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有很多种原因啊 可能导致合同的无效 我们着重介绍以下两点 第一点呢 是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 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 老夫妻啊 将自己的一套房子 委托自己的小女儿进行出售 小女儿呢 跟自己的前姐夫 办了一个假结婚 然后将自己未成年的子女 用公正的方式 将子女的抚养权 给了这个前姐夫 这个时候 未成年子女 就有了购房的这个资格 然后这个小女儿呢 又将房屋以买卖的形式 比较低的价格 卖给了自己的这个孩子 结果这个案子 最后被法官认定是合同无效 那么这个小女儿 也就白折腾了一场 这个就属于典型的 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还有一种形式呢 是损害公众利益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倒卖经济试用房 或者是政策性住房的房号 或者呢 将这以上那些房子 卖给没有购房资格的一些人 那么这样的合同 法官一定会认为 她是无效的 这个小女儿 费尽心机 几经周折 操纵了一大套 但是最后呢 她这个合同 也没有得到实际的旅行 房子还是要恢复到 老人的名下去 那等于是这个小女儿 侵犯了她父母的 对呀 她别跟别人恶意串通 最后害的就是第三人 就是说父母的这个利益 所以可能就无效 明白了 同胞手足对捕公体 作为起诉方 叛嫁二姐 瞬间成为了 家中的众师之地 没有解敌事情 我真希望我们别再搞 一人再三人三能够搞 对我心里边 是一种其他的 一种侮辱的刺激 我说她有个态度来找我呢 我全让 全让人生不来 来自得去 我觉得吧 就应该是我小弟子 但是没人是跟我说好的 反而还刺激我 我连这房子都没住上 婚都离 那我这二十多年 孤独的这种生活 谁能理解 二姐说 自己原本只是要一个道歉 却始终没人肯卖出一步 所以也羞怪自己会大动干戈了 就冲你们说我就不会让你们一点 就父母的内心就想给儿子他房子 但是他没说 因为你们做得太好了 不给 咱先不谈了 这不跟他说了 因为我的律师本身就不让我给他们谈这个 我最后还是老一坏人 所以我想那就是我坏了就坏了一个 就不必要再好了 就是所谓这个官司啊 不管是谁赢是数 是赢是数 你们三个是三属 明白吗 有的人输了这套房子 有的人输掉了心情 您说那棺材要打到地 我昨天没意思 都是亲弟弟 那是亲妹妹 眼看弟弟妹妹的矛盾难以收拾 夹在中间的大姐不但左右为难 也被深深牵涉其中 指着我鼻子 您看一层刚才您看了 他砸我 他刚说的 爸爸死了谁都不怕 当我们家咋的 我没我没反手 就是因为他这事上法院回来 他们俩都喝水会 我大姐在劳固 这点 无可 是没有争议的 谁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爸爸拉撒 整个全是我接了以后 真不容易 你给我这手现在 我不是非得要这钱 但是你得给我说清楚了 你别说我你我们没有给你保护钱 你伺候老金儿了 所以你觉得就是这个保护肺这块他就不用再提 他就用了吗 不能用 我素素不高 我就第一 让第一位来承认 姐妹俩都希望自己曾经的付出能被承认 可这小小的心愿竟引出了更多事端 他老说他吃亏了 我现在心里就不平 既然走到这地步了 你就要给我一笔一笔 咱们说清楚 到底是你吃亏了 你还是占便宜 你要说我拿钱多没关系 我说咱一笔一笔一张算 我到底我看我欠他都不欠 我欠他我是愿意的 从08年我妈顺利知道我妈去世 全是我 您说我能就这样一辈子都是我欠他的吗 同样的父母同一个大家庭 到底谁在吃亏 谁又占了便宜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事情又解决了 哪么将来我不走 我心里没怨没恨了 我觉得这才叫好日子 在亲情和利益之间 究竟如何取舍 调解最终又能否成功 我做的任何事情是尊重父母的遗愿 因为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 我们所有的协调也是必须都让 我可以介绍官司的失败 但是我绝不介绍一种合法的诈骗 三局是多大面积 69点多吧 69点88 两局呢不是有两个两局 建筑面积是53吧 54点几 说瞎话 53 好像53点 我们家的事情 我妈和我爸跟我说的疫情 两个两局是一样的面积 是吧 对 一局呢 一局是40多局 我问一下 是不是因为 因为你这个妹妹 她分的是一局 而你分的是三局 所以心里一直是 感觉从公平的角度 你觉得这是不是根源 说实话吧 她就说她在这家里 她最吃亏 根源还是出在 她认为她分的最小 她是一局 对 这就算你还说一句实话 她跑的这房子少 别的她没吃过 就是根源 哎呦表说没有限 专家就是专家 她就认为我弟的占便宜了 但是我说你别认为小弟占便宜了 而且我小弟也是这么想的 你自己根本就知道 她是一局 你是推着明白装糊涂的 人家就这一间房子要租出去吧 您说这么多年 你多少钱了 三十年租金也不少 是不是 她认为她就应该的 所以妈妈都帮了你们几个人 每一个不帮了你们 你们心里不愧疼吗 第一现场 在调解嘉宾的询问和启发下 潘家大姐和小弟 终于意识到二姐的心结所在 可是 在父母是否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上 大姐和小弟 还是不认同二姐的观点 她信口开火 不讲究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实力 就是具体情况 她不承认全部给推翻 我心里边极不平衡 这是一 第二 我二十多年 我永远解除房子我就离婚了 我没在家里住过 就在 单位 或者朋友 租房 租房 因为把婚都离 您想我不到三十岁 都是两句了 我小弟 这将来这三句他要住上 他也是三句比我多一句 我大姐也是两句 我死去的弟弟也两句 就我一句 就房子小一点的话 嗯 我不是不认可 包括我姐姐 就说 说给他不成 给他不成 但是那我这二十多年 我没住 我那天房子没住 婚都离 那我这二十多年 孤独的进入生活 谁能理解 因为那个房子已经租出了 从13年租到现在 我没有得到利益 他们俩把利益都分了 正如嘉宾们猜测的那样 二姐不满的根本缘由 还是从1985年的拆迁安置而起 当时四兄妹中 只有二姐分了一句时 其他人则都住上了两句或者三句 好了我跟我小弟弟就商量商量 我说你踏踏实实呢 先住你那个 这个爸爸也走了 你个踏踏实实租出点 租够付租金 然后呢 您装修房子您再住 我说 这不来的房钱呢 拿出一部分来 给你二姐 给补偿一下 对于妹妹的不满 大姐潘明杰也有意从中调和 她提议 大家都要主动对二姐退让一些 让二姐得到心理平衡 这个处理意见 能让二姐重新考虑 对三居使的主张吗 刚才他们也说了 这个房子之所以能从父亲的名下 过到弟弟名下 说是当时你也是知情 甚至于还是您牵头的 这个事 对我不称 我不想谈这个 因为这一早法律送过 现在我跟您 因为我听说好像 您的代理律师好像特意嘱咐过您 是吧 对 因为怕言多必失 对对对 在官司当中吧 对 万一说错话了 对对对 既然他有端页律师 我也有判决书 什么都有 判决书已经有了 对对 您胜诉了 对 是吧 对 里边的判决书 你呆了吗 我们 我手机里的有 我没打单子 判决书已经判了 对 你不想看了 感觉自己已经判了 对 他哪个不知道 那网签是你让我去吗 但是我都是个总成 叫网签 我刚开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律师跟我嘱咐过 不能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 以防万一 从一开始您上来 其实您是带着防备的 以防我们问出一些 对那个案子不好的事情 不是我在外头已经跟他说 该什么事我都说出来 你要防往外的录音都有 我可以 他说一句 我可以反过他一句 特别的心承他 就那时候我也知道 完了就要去让我爸 去找开房子 我到什么时候都认同父亲的遗产 但是有一样 这房子是怎么回来的 他们不说实话 在我们家战房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封建 只给儿子要了房了 不管什么份额 就没有给他要房 也没有给我要房 二姐说 1985年木偶剧院拆迁时 父亲起初并没有给两个女儿要房 但因为潘家在圣谷北里 尚有两间祖产平房 环境和条件都很差 父母便决定将这两间平房上交 以此来为大姐换取一套 安真礼的两居室楼房 那当然我就不乐意了 因为没我的房 圣谷平房也交出了 因为本身就应该有我的份啊 我户口什么都在呢 完了人家开发公司 本身他就应当给我们房 他觉得爷爷到这里亏 完了大约半年之内吧 因为那房的移居 就我们那十号我已经分完了 就剩了三个移居 我两个移居 一个三居了 人三居不给我 给了我一个移居 怎么办我缺一间房 人家说跟我后爸说 我们也不要你的房了 你们回去把缝条撕了 就算给我了 一居咱们平 不要再让这儿来要房 又把那两居房 父母用两间平房 给大姐换了一套两居室 但二姐的拆迁利益 却似乎被忽略了 面对这个结果 二姐自然不会答应 她百般争取 不断沟通 终于要到了一套一居室 此外 房管单位将潘家上交的 两间平房 也重新分配给了二姐 我就说这圣谷平房 是怎么回 实际圣谷平房已经没了 要是走到她那儿 已经就没了 就是拿这个圣谷平房 这两间房 给她换了两居室了 已经交到人家 二开发公司了 我们家没有平房了 我其实她说的 就去要的了 我们那个套十号 只有两个一居室了 虽然房子没变动 但经了两次手 一次是上交 一次是又等于还给你 对 封条他们都看见了 我就没看见了 她老婆什么都搭着我 我真不知道 那你说妈怎么就跟她说 没跟我说呢 所以您的意思 那个房子的源头是您 还给我的 带着一样 那个84年的房子 是不值钱的 我回来以后 我妈非常的高兴 说二姐需要那个房吗 我说我倒是不需要 所以说那个房子 您认为 还回来以后属于您的 我不属于我的 因为我妈要过去了 那都是我在那住的 那后来怎么 二姐一再强调 虽然自己将胜骨北里的两间平房送给了母亲 但母亲同时也允诺她 未来一旦这里拆迁 一间平房的利益将归属于二姐 他们是先不承认的 对 对 对 之前有的那件事 嗯 你们都不承认 对我都无所谓 二姐认为 母亲对自己的允诺 应该是家中共识 但如今 却被大姐和小弟相继否认 而这件事 也成为了她心中 愤怒的真正缘由 我妈说了 不够一间房子钱 你们开始都承认 你们现在不承认了吗 那不承认 我觉得 要一份吧 母亲给你说的这句话 这个承诺 我姐她知道 就是当着你一个人知道吗 不是 我姐她都知道 她在场吗 她都知道 知道 不不不 她在场听到的这句话 和你认为她知道 这是两回事 你告诉我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 她在场吗 我不是她在场 我妈在跟我跟她说了 我妈好像在说了 你说她的房子 她怎么编出来的呢 那你现在对这两间房 对这十二间房 你的诉求是什么 那我就要一间 你知道 她要娘 我接受了 人说一句话 佛祖一乡 佛祖一乡 我先就让她说说 这房子是不是 拥有我要回来的 假如没有我要回来 现在没有这个 孙悟哥那房子 根本就没有 不存在 在第一现场 二姐潘雨杰表示 圣谷北里的平房中 她必须要一间 那么大姐和小弟 会不会同意 这一诉求呢 就是现在我住在这儿的 一个圣谷北里 合理合法的就两间 两间房是谁的名 父亲的 然后这个两间平房 还是在父亲名下呢 现在还在这儿呢 这个房子现在有变化吗 又加盖翻建 或者扩改建 翻建没翻建 加盖了 我在院子里头 盖了一个 二层小楼 您盖的 是不可能 我提出 因为这是我盖的房子 你盖的 有谁出资的 要说出资 主要是我出资 大伙出资 就算大伙 但我都跟他们 借钱了 都跟他们要钱了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 大姐告诉我们 圣谷北里的平房 经过自己的翻盖 已由最初的两间 变成了十二间 虽然我是大伙 拿钱的大伙 高额利息还 当时我姐也是 这么说的 不管谁拿钱 利息是一年一万 我跟您明说 就是他那七万块钱 已经演变成二十多万 他已经拿到手 我给他二十多万了 大姐潘明杰告诉记者 圣谷北里盖房时 兄妹四人 曾共同出资 不过 她早已经按照 最初的约定 把钱还给大家了 你借的钱还了吗 还了 加倍还的 加倍还的 当时借的时候 有欠条吗 没欠条 大家人我认为 都挺好的 太瞎了 我能让你在那里头 那我要的方 我让你盖房 你自己要吗 当时我们有一个协议 谁出资的多 就是出资了 管管多少 一年要没还给你 就加一万块钱利息 那您觉得这个房子 是父母的 还是您的 我觉得这不是父母的 你说 太说笑了 你是父母的了 我给了父母 就等于是父母的 你觉得应该 是几儿几个的 它也没在您名下呀 您怎么会觉得 不是父母的 对 这就算 要按那个条文上说呢 这就是伪建房 因为没有在那个蓝图里的 就是我们家的院子 您认为这十间 加上那两间平房 十二间 应该怎么分配 您认为 我认为是应该 一起平分 原来的打算 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你现在怎么想 那我觉得 那个什么 我应该 多要一点 造成 你要多要了 我这也得多要了 因为这房子 是我要回来的 在潘家三姐弟的讲述中 每个人似乎都有委屈 都觉得自己有理由 多分房产 而他们的诉求 显然难以同时达成 调解一时间 陷入了僵局 之前按你们的说法 这个二姐一直是 挺配合你去过付这个事情 按你们的说法 所以这么样一个二姐 之前挺好的 还帮助我 现在如今变成这样了 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出于您的 那个角色 更多的应该去想 到底原因在哪 这个根源 您要让我找 我还真找 请原谅我冒犯 就这个问题 您应该问我 为什么 针对你小弟这个个人 您什么时候产生意见的 咱不提房子 您对他个人 现在我一点不想提 也不想提 我心里真了 那二姐 我不想提 不提了 我跟你说这三居室 我不用一点点 您现在解决了不就平衡 我们不提三居室 但是我想知道 你们俩的关系 是怎么变化的 不用提 即使二姐在很多问题上 都不愿多谈 但她始终一口咬定 父母并未将 安真理的三居室 留给小弟 我问二姐的一个问题 你们兄妹四个人 每个人都分得了房子 那么在小弟名下 等于是没有房的 这个事实您认可吗 认可 您承认吗 承认 那他又是家里排行老小 承认 又是一个男孩 那您认为是在 父母的内心 他想不想把这房子 给你小弟 不想 为什么 他想的是我大弟 给你大 已经给你大弟 分了一套房子 他长得三居室 所以你看啊 这么倒来倒去的 我想说的 您一直在为了 您的个人利益 去向拆天办要也好 向父母去要也好 您得到了这个房子 那么在您小弟名下 他并没有房 那么在这过程中 从弱势的角度来讲 那么您小弟 他等于是弱势的 他是没有房的 这么跟您说的 对吧 那他主没主张过 他要没要过 属于他的房子 当时开发公司 分房的福 这是我妈亲自跟我说的 我们家是老封建 我爸爸 我弟弟 俩弟弟 集体跟人家开发公司 我们就要这么多房 闺女是外星人 看儿子屁 我不按公司 为了脸的 你说这问题很好 说闺女 闺女是外星人 那么儿子 那么是不是父母 得来的房子 就父母的内心 就想给儿子一套房子 但是他没说 谁没说 我父母 我父亲没 我母亲没说 我觉得咱们还是本着 我母亲跟我说的是 我爸是那个想法 但是我妈没 就是父母 父亲还是有这样想法的 对不对 只是你们没有落到纸面上 两套争议房产 小弟一方 只想谈安真理的三居室 二姐一方 只想谈圣古北里的平房 大家彼此制约 却又无法对话 这个僵局 该如何解开呢 调解嘉宾决定 立即开会 为双方的诉求 进行综合考量 从前说 直接问那个平房 就是平房相对好 大姐好说话 然后这个二姐 要的也不多 只是四分之一 大姐说了 我承认这不是说 我个人东西 这是父母 他想多要一点点 那他也没说多少 这个还相对好 重点是 这个三居室 他防备性这么强 怎么去 让他往前走一步 还能有点收获 不 它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 他俩之间的 这个份额的置换 规避了其他人 就是我们调的东西 能够保动 他俩之间有效 要不否则的情况下 咱们等于还一调 调的都是无效的 人缺少一个人呢 缺少他扑一家孩子 待会继承的一个人呢 你调来调去 你把人的份额 你不能剥夺了 即使是他姐姐 从这12居房里 让步了 那也夺夺了 他哥哥家 那个孩子的利益 所以只有他 他和小弟 他俩之间的兑换 就一个放弃三居室 一个放弃平房的 对 就他俩之间的兑换 这是有效的 不适合其他人 在充分考量 潘家的整体情况后 调解嘉宾建议 将三居室中 二姐潘雨节的利益 与小弟平房中的利益 进行置换 这个方案 姐弟俩能否接受呢 我想跟你说的是 二姐能够晚年生活 能够不这么多的怨 不这么多的赌心的事 就得做出一点让步 那么我也会让他们 做出让步 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您能不能在三居室上 不跟他计较 完了给弟弟 让他把他在平房那边的利益 全部都给您 就是不管平房 就跟他没关系了 他那部分 所有的利益都给你 那我 其实我的份额就是 您同不同意 就相当于 你在平房的份额 给了他 就是那个四分之一 平房里面 你也在有四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 他在三居室里 在有四分之一 这个你们是呼唤的 这样子 他就没有权利 在三居室里 在跟您去争了 我不同意 那您不同意的原因 是基于什么 您觉得平房的利益比较大 不是平房的利益比较大 我可以接受官司的事本 但是我绝不接受 一准合法的诈骗 我该说的都说了 而且您可以选择您的人生 就即使是确实 你的未来的人生 你就能快乐了吗 你可以不赌的话吗 我就问你 他拿的他就不赌 他不也得赌 所以是双书啊 你父母看着高兴吗 我俩孩子都是亲生的 天天堵着心过的 这玩意人生 这是你父母想看到的吗 我知道你赌气 你希望小弟怎么做 我们可以让他向你道歉 不用了 不管是我们这个平台 还是家 都是讲情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我想知道 你们真的觉得自己赢了吗 你们依然不痛快 还是觉得自己是亏的 你们赢了法 比如说法律上 你占了优势 你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你觉得很公正 你未来的人生 就能快乐了吗 你们到底争的是什么 真的就是争房子吗 就是争钱吗 你还是想要一个好的生活品质 你赌气较劲 为什么 你是觉得你亏了 你希望能达到平衡 但这个方式不能让你平衡 这个方式只会让你觉得自己更倒霉 你不会觉得你赢的 二姐和小弟都不愿接受嘉宾给出的调解方案 他们之间的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为节目录制时间所限 现场调解部分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嘉宾们希望他们回去都能再好好想一想 我们对这三条铁师非常满意 感谢所有的工人和劣职 其实我也是四季三条铁师的中心粉丝 非常感谢 感谢第三条铁师几位老师和主持人 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纠纷 这种耐心细致的这种调解 很到位 各位老师也好 都为我们家这事进行了用心良苦的调解 我很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感谢各位老师 我决定这不是也给我们出了这个方案吗 决定回家努力的按照老师说的去办 潘家三姐弟 对栏目组和调解嘉宾表达了谢意 在他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还会继续提供帮助 还有两句话 嘉宾们想送给三姐弟好好品味 那就是黄金有价情无价 退一步海阔天空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马赛南 马律师您好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房产之间的过户 尤其是这种亲人之间的过户 它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比较常见的买卖 第二种是赠予 第三种就是继承 继承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父母将自己的房子 通过遗嘱或者法定继承的方式 留给自己的子女 子女获得房子的相应的所有权 或者相应的份额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常见的三种形式之外 有些人又打了一个擦边球 创造了一种就是名为买卖 实为赠予的这种合同 举个例子说 父母以非常低的价格 将自己的房子卖给自己的子女了 子女呢办理了过户 但是呢 他往往没有给父母一分钱 其实也对于无偿获得了这套住房 这样的合同 我认为啊 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逃避相应的税费 看似好像获得了实际的利益 但是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里面存在一个非常大的法律风险 也就是自己子女的配偶 是怎么想这件事的 如果父母将这套房子 以赠予的方式给自己的子女 并且办理了相应的过户手续 那么这个呢 就是子女的个人财产 如果是以买卖的方式 过户给了自己的子女 那么子女的配偶就会认为 这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旦闹起了婚变 这个财产 配偶就是有权来进行分割的 那么看一看 父母到底是占到了便宜 还是吃了亏呢 这种合同看似占到了便宜 最后往往是吃了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口头遗嘱 口头遗嘱我们知道是一种 非常特殊的一种遗嘱形式 它需要符合一些比较特殊的条件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条件 这种口头遗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遗嘱 主要是因为口头遗嘱是必须发生在危急时刻 才能立的遗嘱 第二个呢 是一旦危急时刻过去了 那么转危为安了 那么之前立的口头遗嘱就是无效的 第三点 当立口头遗嘱的时候 一定要有两个无厉害关系的见证人 这样的口头遗嘱才能是合法有效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当一个车祸的伤者被120送到了急救中心 那么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呢 他和医生和护职说 如果我要没抢救过来 那么我的财产就都留给我爱人 那么这个呢 可能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伤者转危为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口头遗嘱就是无效了 他又用其他遗嘱方式来处理他自己的财产了 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抢救过来 形成了去世这种结果 那么他之前立的口头遗嘱就是有效的 他的配偶就是合法的这个继承人了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您